珠海航展大陆持续秀出军事肌肉 其中掀起国际议论的攻击武器之一 就是这架军名两用的彩虹4无人机表演 它被定义为一款中空长航时查打一体无人机 和广泛应用于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测绘通信 航展中彩虹4秀出侦查图像人工智能自动识别 从画面可以看到彩虹4能以不同颜色标示 人车飞机等目标 官方宣称这项功能可以大幅降低地面控制人员辨识目标的时间 我军无人机作战模式方法 从飞起来到打电影 从自己打到体系打 以正在未来战场抢战先机 面对大陆持续扩张军武的现况 有美国媒体报道 美日两国站在日本西南海域进行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力舰 就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跟北韩的威胁 此外加拿大外长在多伦多一场公开演说中明确表态 反对大陆威胁台海现状将强化对台经济关系 中加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 两国关系何去何从 关键在于家方能否回归理性务实轨道 日本防卫省指出 这次军演除了自卫队投入2.6万人 美军1万兵力以外 英国 澳洲 加拿大也都没缺席 军舰达到30艘 军机达到370架 军演预计进行到11月19号 TVBS新闻主观黄黎明珍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